北京时间7月27日,中超联赛鲁能泰山喝场,与江苏苏宁的赛前发布会,在南京奥体中心进行,鲁能主帅李肖鹏和球人张时出席发布会。 李肖鹏却愿格德斯会首发登场,他的位置是前场自由人。 对于这场比赛,李肖鹏首先说道,这场比赛对两个队都比较辛苦,因为三天之前刚打了足鞋杯的比赛,两个队的体能应该是都经受了考验。 我想明天是一场艰苦的比赛,和李肖鹏一起出席发布会的张时直言。 像主教练说的,三天一场球,现在天气又那么热,所以我们主要以恢复为主吧,然后现在是努力克服这种身体上的疲劳,然后争取能踢出精彩的比赛。 本场比赛,鲁能只有三位外员来到南京,塔尔德与留守济南,这一位整个格德斯会首秀。 对于格德斯的位置定位,李肖鹏给出自己的答案,这场比赛格德斯是前场自由人。 从位置上看,格德斯应该会和佩莱搭档风险,但位置会比较灵活。 不只是鲁能有新元首秀,苏宁的埃格尔也有望上变首秀,苏宁前场外员三叉戟出战。 对于如何应对苏宁的外员三叉戟,张时也给出自己的看法,我觉得不管进攻还是防守吧,我们主要是以整体为主,我觉得不是某一个人的事,我觉得他们不管是上一个外员也好,两个外员也好,三个外员也好。 对于我们来说,我们以自己训练中的战术打法,尤其是整体防守中的这,重协助能力,我相信我们能够完成的相当出色。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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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